透过小巴士前行车记录器 对向一名重机骑士雷惨 滑倒跨越双黄线 先撞上轿车 接着连人带车撞上小巴士 人被碾压 救护车货报赶到现场 救护员全身包紧紧 还没到事发地 就看到骑士跟机车倒在地上 零件掉满地 人明显死亡 事发现场含有机车车壳碎片 地上一滩滩油渍 手套喷飞到路边草丛 死亡车祸就发生在新竹县 鹅梅台三县90公里处 19号早上10点多 37岁张姓骑士是头粪人 北上途中过弯不慎 先撞轿车再撞巴士 尚重不治 部分民众行车时 偶有违规超速的情形发生 警方说双方没酒驾 事发后巴士停在警局 车身不少撞急痕机 骑士安全帽整顶撞烂 头部多处受重创不治身亡 详细照则还要再鉴定才能确定 TVBS新闻城市民宿探影区 有详新竹唱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